你就 小鐘哥他就是喜歡 YouT 可是他為了要掩飾 他又找出了很多人 小鐘 我問你 我年紀比大 你覺得 我可以嗎 短暫感情 你看什麼是專攻心 我跟你講 記者那個 底的時候比那個刀 你槍還可怕 幹什麼說呢 訪問的時候又不給尊重 不把我們當作是一個咖 真的 這臉讓人家最生氣 沒有禮貌 基本禮貌很重 對啊 我們互相尊重 水能轍舟 亦能覆舟 亦能覆舟 沒有祈禱 臉很紅 什麼事 所以說我覺得基本上 你們訪問我們 我們也願意讓你訪問 對 但是重點你不能 就是先 就是先把標題就先下好了 再來問你 對 就他自己自己已經有個答案了 問你不客氣 引導你回答 假裝來問你 像我之前就有個新聞 怎麼樣 就是 曲家瑞老師 他跟我告白的那個新聞 在節目上面 節目上 其實在嘛 對 那一天 然後那個新聞呢 然後記者寫出來之後 我被全世界的女人罵到翻掉 對 因為那個記者本身也是 年紀是稍長的熟女 他就是 感覺說 帶著情緒 對 你看一下你自己長什麼樣子 這樣 講得對啦 講得對啦 好誠實喔 好誠實的記者啊 人家的家世 人家又是流媚的 看到了嗎 對 人家喜歡你 你還拒絕人家 你長得像賴蛤蛤蜊 類似這樣的話 這樣就 超過了沒有 那你講就講 你為什麼 倒汗到這麼嚴重 心虛啊 你為什麼 受冷汗 才會倒汗 因為真的 其實你這樣講 其實講這樣講 其實內心會很受傷 因為其實 第二大 OK 我們真的配不上來 但是我們有選擇的能力吧 我們有選擇的權力 權等的 不能因為說 我沒有選擇他 我就是一個不好的男生 各有各的品味啦 對啊 然後他就這樣子先入為主 然後很多女生都說 小鐘 你看 你的條件也比不上人家 然後人家條件就這麼好 人家還欣賞你 然後你還拒絕人家 你到底是 你憑什麼 對 而且基本上那種感覺 有一點 對 台灣的媒體通通在評判 有沒有看到 有他的立場 現在已經是名嘴治國囉 不得了 我有每一個出來講得 好像他就總統 真的有嗎 是不是這樣 所有的女生看到都這樣 垃圾 都被你把他害的 垃圾 性功貴 紮滿小鐘 對 真的 冤有投在有主好不好 你剛剛講這個 你們有意見嗎 這有過分了吧 是真的有 嫌入為主的關係 像小鐘哥剛剛有講 他如果當時 他就講出心理的話 不要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你就嫌人家老 這樣子的話 可能還比較直 沒有 但小鐘清楚 他磨鞋 他磨鞋 現在不能站在這裡 你又可以 小鐘 小鐘哥他就是喜歡 YouTing 沒有 可是他為了要演示 他又找出了很多理由 但是他當時 他是說我欣賞他 但是我沒有愛上他 對 他有選擇的主意 小鐘 我問你 我年紀比你大 你覺得 我可以嗎 短暫感情 你還在說故事嗎 完了 又來了 小心處理 小心處理 小鐘哥輪迴 小心處理 但是我配不上你 要小心處理 對 我配不上你 你之前有這樣跟人家講嗎 有啊 我配不上你 有啊 真的啊 小鐘的意思 我跟他相處比較久 瞭解 他很欣賞你 對 感情吃不下 對 對 對 會不下去 會有這樣子的 對 因為畢竟 你不要給他壓力 他已經勝虛了 對 所以我反而會怕 就是 因為曲老師跟跟我們國林姐 有一點共同點就是 比較強勢的 對 然後我們會看到這種 我們會被他 你怕強勢 我們被他 阿羅隊 阿嬉死 壓到已經沒辦法反擊任何話了 真的 你當初回答就不應該心情笑臉 他們就說你 你那時候就是這樣倒汗 你現在更厲害 然後 幹嘛這樣 讓人家決定你也不真實 好 各位 我幫小鐘講了一句話 好 其實他們是倒汗 他是因為 流了空氣流海 真的 哭到了什麼時候 還要再流這種 空氣流海 好可憐喔 這個 好 來 來